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全球的经济正在加速日本化 文章中所说的日本化就是指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的三低三高的经济状态 我同意文章中阐述的许多造成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的原因 例如泡沫经济破灭造成的消费低迷、人口的老龄化、商业及个人存款的持续上升、社保及财政压力的增加 从而形成了三低三高的特殊经济形态 看到目前各国央行持续实行低利率并不断印钞放水 所有的操作与日本央行在过去30年实行的政策一致 于是便下决论说全球经济正在加速日本化 我想说的是 作者忽略了日本经济与欧美 主要是美国经济结构的显著差别 首先日本一直是债权国 并且拥有许多国外资产 债务的比例相对于GDP可能会很高 但是有许多优质资产进行抵押 同时日本国债的购买者多为日本国民及企业 并不需要过度依赖外国买家 美国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由于美国社会的低储蓄率 美国国债的发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买家 如果购买兴趣不高 就会造成利率上升 美国国债利息负担的增加 所以美联储这事就会不断加大QE 来人为降低利率 尽管最后的结果都是低利率 但是造成低利率的原因是不同的 日本是基于对国债违约风险的客观评估 美国则是人为压低利率 最终会让低利率不可持续 就如把气球压入水中 压得越深 气球反弹的力度就越大 所以美国的低利率环境只是暂时性的 而日本的低利率则是可以持续的 第二则是由于美日两国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异 日本人的高储蓄率为日本发行国债创造了好的条件 同时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 社会阶层的固化 造成了日本的低欲望社会 再加上人口的不断老龄化 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消费低迷 所以日本央行引再多的钱 只是被日本民众购买了国债之后 又回到银行系统里 并没有造成消费需求的增加 多余的流动性并没有反映在消费者物价上 当然钱印多了 总会要有一定的效果的 至少可以降低通缩的幅度 最终形成了一个低通胀的状态 美国人则一直是靠借钱生活的 家庭的储蓄率非常低 只要有一点闲钱就会去消费 所以理论上只要印钱 就会造成需求大于供给 从而引发物价上涨 但是过去一年的天量印钞 目前很大程度上是暂时反映在资产价格上 消费者物价上涨并不明显 我认为这只是短期的滞后效应 随着生产者物价指数的上升 消费者物价的上涨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相对于一年前 木材上涨超过了250% WTI原油上涨超过了200% 玉米和金铜上涨都超过80% 大豆上涨约为70% 棉花上涨超过50% 如果你还认为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不会最终反映到消费者物价上 那你就像美联储一样 或者是睁眼说瞎话 要不就是半夜走路吹口哨 给自己壮胆而已 所以持续的低通胀是日本经济的特色 美国的经济将会出现高通胀 甚至是恶性通胀 日本三低三高的经济常态 换到欧美应该是两低四高 把低通胀换成高通胀 其他的五项应该可以维持不变 所以全球经济并不是加速日本化 而是使向另一个更加悲惨的深渊 相对于日本的三低三高 欧美经济的两低四高 则是更加可怕 用经济学家常用的悲惨指数来衡量 悲惨指数就是由失业率 加通货膨胀率来计算 欧美国家未来的经济 将比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还要悲惨 我们这一代 可能已经见证了全球经济的光辉时刻 我们的下一代 可能要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 我认为只有当全球重新回到稳健的货币体系之后 整个经济才有可能重新回到正轨 这篇文章的链接 我放在本视频的说明中 大家可以参考 好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